量大福也大,积身或以身,大气之人,必是度量大的人,自然也能够活得有福气,对人宽容,对己包容,才能接纳万物,厚得载物,拿出哑量,方能之进退,低调做人,宠辱不惊,必炫层严,唯宽可以容忍,唯厚可以在物。 大气之人,内心宽厚,做人豁达,借交借造,赢在和气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对人,宽容,古人曰,君子要忍人所不能忍,容人所不能容,处人所不能处。 朋友之间,要善于沟通,珍惜缘分,互相帮助,互相配合。 以诚相待,见贤思奇,在共同目标下求合作,在相互合作中求合力,在相互信任中求发展,待人豁达大度,胸怀宽广,是一个人具有良好修养的外在表现。 曾国藩是左宗堂的老师,一直大力提拔他,但左宗堂为人十分傲慢,经常出言不逊,曾国藩并不计较,在公式上也没有为难过他。 甚至在左宗堂危难之际,曾国藩还曾伸出援手,就他一把,曾国藩的大气,让左宗堂放下了心中的隔阂。 当曾国藩离世时,人们纷纷猜测,左宗堂可能不会致记,而左宗堂却送来了他的晚连。 谋国之中,知人知名,自愧不如原府,国心若今,公错若始,香气无负平生。 对人宽容,是一种修养,今无足斥,人非完人,学会宽容,才是一个人的大气与格局。 汉书里说,水至轻则无鱼,人至茶则无图。 水太轻了,鱼就无法生存,要求别人太严了,就没有伙伴,很多人眼里柔布的沙子,凡事总要有个计较。 这样固然爱憎分明,但是却常常毁掉了自己的人际关系,遇到不顺意的事,不顺心的人,不妨大度处之,一笑致之,大气之人,有大胸怀,能容忍,能量忍,面对无常,随遇而安。 唐代刘雨昕在永贞革新失败后,从一朝大臣被贬为边陲小官,当地支县对他百般刁难,逼他搬出衙门,住去城南荒凉之地。 没想到刘雨昕不紧不弃,反而觉得面将而居,景色宜人,当即以白帆为题,转队连一副贴于门上,支县得知后,气急败坏,又逼他搬到狭小的城北。 然而,在刘雨昕眼里,城北方虽小,但坐落河边,暗柳成形,别有天地,随即复失一连,杨柳清清和水平,仍在立阳心在惊。 支县火冒三丈,最后把他安置在城中一处闭塞之地,这次无藩,无河,无柳,只有一桌,一椅。 一床,没想到,面对如此家徒四壁之境,刘雨昕灵感大发,写下了格调轻快,传颂古今的家具,山不在高,有仙则明。 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 私事漏事,唯无得心。 取成万物而不宜。 世间万物的发展都不是一条直线,人行于世,能攀高峰,也会遇低谷。 在被贬的几年里,刘雨昕始终坚守公立存乎人民的违政原则,针对当地偏远落后的实际情况,开展文化教育,着力启蒙新智,培育人才,传播和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,大力发展生产。 广泛收集民间艳芳,编著医书,聊志毅力,呵护民众身体健康。 刘雨昕的大气,是一种从容,欲是看得开,拿得起,放得下,当紧则进,当退则退,稳重沉静,又坚韧不拔。 欲困境时,我们应该像西流一般,不执着于眼前的险阻,拐弯前行。 哪里有路就往哪里去,处处是风景,时时皆心安,看似随波逐流,但只要心怀远方,哪怕曲线前行,最终也定能汇入大海。 对时,超脱,人的一生,会碰到很多事情,猝不及防的打击,始料未及的挫折,从天而降的好处,唾手可得的利益。 随时发声,苏氏诗曰,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 人生本就有悲欢离合,月儿常有圆缺,想要人团圆时,月亮正好也圆满,这样的好事,自古就难以两全。 人生世间,无论如何,也逃不过命运的拨弄,命运对苏氏,有着特殊的恶趣味,从二十多岁开始,他的亲人接连去世,试图坎坷, 一生都在贬折流浪的路上,可是苏氏以独特的超脱,摆脱了命运的捉弄,从一个锐利傲慢的少年,成长为一代文豪大师,被贬黄州,远离庙堂,试图几乎断送。 他却救助弃鹰,改变民俗,被贬惠州,偏僻荒凉,他却笑诞荔枝,改良农聚,在乡野为百姓做些实事,被贬海南,文化沙漠,他却超书欲人,为海南开一方文脉,凡是阴影,皆有阳光。 老子说,祸福相依,万事万物,都有好有坏,相互依存,是无论大小,不管好坏,都不要太在意,切莫一件好事就喜形于色。 兴奋得不得了,一遇坏事就愁眉苦脸,双打茄子一样烟头搭脑,事情发生了,就是发生了。 沉溺其中,只能让自己沉沦颓废,一蹶不振,凡是看淡,把事情往好的地方引导。 人生才能谱写新的篇章,练就大气毒,需要敢熬能忍,非洲大草原里存在一种蝙蝠,专门靠吸血为生,细心地游人发现,很多野马都被这种蝙蝠吸血而死在了草原上, 后来有相关的专家过去研究,研究发现,蝙蝠在野马上所吸收的血量,完全不至于让野马就此死去,真正致使它们走向死亡的。 在于当蝙蝠吸附在野马的那一刻起,惊慌失措的野马就开始愤怒暴躁狂奔,野马越狂躁,蝙蝠越吸附得更贴实,最终野马劳累而死,其实,一个人要想好好活着。 倘若做到皮操肉后,也是极有帮助的,这就好像一个人的顿感力越强大,外界的干扰就越难影响到他们,拿出大气的溶度来包容外物,才能一步步地积攒人脉,积累资源,累积福气。 所以,在生活里,尤其是在人情事故上,有必要做到克制,隐忍和释怀,正如菜根坛中说,处事让一步为高,退步及进步的章本,带人宽一分试福,利人实力挤的根基。 学会大气做人,收起脾气,这是一种成长修养,也是一种人格魅力,面对烂人烂事,学会及时放下。 告诉自己,保持好心态,才能得到好状态,有了好状态,才能成就自己的未来。 大气,大度,是强者的习惯,也是强者的思维。 何谓大气,孟子这般说,居天下之广居,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,得志与民由之,不得志独行其道,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卫大丈夫。 拿捏好自己的心智,调整好自己的心态,做人有原则,做事有尊重,大度豁达,体谅他人的感受,尊重别人的处境,凡事多从几个方面去观察,去思考,去发现。 这样,自己所得来的信息,才是更全面,更客观,也是更可靠的。 《汉书》里说,水至轻则无鱼,人至茶则无图,包容差异性,体量个性上的不同,度量越大,心情越开朗,大气者,成大气,想后福,菜根坛里说,处事让一步为高,退步即进步的章本,待人宽一分是福,利人实力挤的根基。 人生在世,总有无常,也无法事事称心如意,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烦心事,在这个时候,你也许会怨天尤人,或是否定自己,从而跟周围的人越来越不对付。 甚至刻意伤害别人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,生活是一场修行,人生是一段过程,好坏你都会经历,多一点包容,你会发现,自己走得更轻松和从容,待人心存友善,大部分人都会同样善待你。 做人有一颗包容之心,总有越来越多的人靠近你,喜欢你,一个人,只有愿意让自己不断地包容自己和他人,积极地接纳新事物,刷新思维,才能避免大脑固化,也会让自己每天都接收新知识,当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包容,不管对人,还是对物,倘若都抱着一股非常浓烈。 也非常阳光豁达的精神去面对的时候,总能够在不好的事物里看到好的一面,人无完人,今无足斥,保持宽容,精进自己,正是不足,但也敢于及时改变,然后包容自己,努力提升,才能一步步走向强大,一个人强大了,成气了,自然福气就来了,人生不如一事十之八九,面对逆境,不妨做一个大气的人,洒脱起来。 正如林徽音所说,温柔要有,但不是妥协,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地刚强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